5點起床趕著來機場 為了出席一場從來沒有人做過的 海邊手機發布會 Let's go 首先來到丁加奴機場 然後再換巴士去碼頭 那到底是誰這樣自己在海邊開發布會咧 就是realme 11 Pro系列啦 為什麼要這樣早出發 就是為了搭上最早的那一班船 碼頭這裡咧 已經到處看到realme的裝飾了 島上不知道變成怎樣咧 對 耶 到了 走到 這有一個暈船的人 一直跟我講不要講話不要講話我暈船 so 現在我們就去這hotel check in 然後吃個早餐 然後就要準備今晚的發布會咧 今天老闆娘來參加於你的發布會 原來海邊發布會是這個感覺 很美 所以如果我這邊搞婚禮也是這樣的feel啊 對對對 對 各種cyborg 就連那個洋傘都是realme的那個logo 看得出老闆娘第一次參加海邊發布會很興奮 沙灘比老闆娘還白 哇 海邊發布會原來是這個感覺第一次 熱淡酒店的風景很漂亮 先吃吃喝喝鮮 然後就準備去登記酒店了 已經房間了 哇 哇 它很大耶 對啦 就是Sea View啦 但是我前面好多人在跑來跑去 然後這邊就是發布會現場 就說我hotel走出來就是Launching 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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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多人呢 他們在放海貴 來了蛋館放射海貴也是節目之一 很慘啊 1491隻的手啊 很可憐會被機局線吃掉 被魚吃掉 被很多的魚吃掉 在我們進行photo walk session 就帶著realme 11 Pro Plus 去掃街 欸不是 這是掃海邊 看有什麼美景美人 都沒在吃吃飯 隨便看吧 有什麼好事 就說了 有什麼小道具 有什麼好事 在那邊 妳在那邊 sah一位 有什麼好事 我們也慢慢不是 在那邊 OK,photowork結束了,發布要開始了,我們要準備去看! 發布會去得多,在海邊的真的第四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海邊的發布會開始了! 你看這邊! 戶外發布會的好處! 叫你看發布會,你去看天空! 好像在國外耶! 就這樣發布會,一直持續到晚上! Ryumi準備了一點仙女棒給我們玩! 然後就可以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然後玩仙女棒去! 隨著拍照環節,云隱唯一的發布會就結束了! 好嘞,今天的海邊發布會結束了! 老闆娘也要好好休息了!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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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